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各行各业使用客制化标签 区分产品和品牌识别 提供整个供应链的追踪 和可追溯性的资讯来源 新地项是在1996年成立 我们产品大概分为三类 一类是所谓的scanner scanner就是扫描器 另外一个是printer printer是做标签的打印 还有一个是data terminal 这个部分是一个数据集结器 大概这三样产品 刚刚好完整地呈现出 一个自动辨识系统 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形态 因为现在国际上 都会注重环保 我们是把我们的社会企业责任 把它贯注到我们的产品里边 比如说我们要减少社会的浪费 减少资源的浪费 那很多的标签都有一个底纸 那我们就在2020年 开发一个产品 我们称之为line learnings 也就是无底纸的打印记 这样的话减少社会的浪费 避免产生更多的资源浪费 所有的胶它都有的粘性 所有的粘性 那当它没有底纸的时候 意味着胶会直接接触到我们的道具 所以很容易造成沾黏 那接下来就会卡纸 可是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技术 用了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刀磨厂 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 第一刀具的本身的使用说明延长 第二个它基本上很容易清洁 那也不容易沾黏 这是一种特殊的设计 优势之一 另外一个 因为无底纸打印记 它结构会比一般的打印记复杂 所以我们有增加了一些 特别的感应器在里面 企业每年生命于研发新机种 通过层层的产品测试 确保每项产品都能应用各市场的需求 企业精湛的专业技术不仅得到国际间的肯定 更将产品行销至世界各个角落 然而对外不只是体现社会责任 对内更把员工视为家人般的重视 打造另一个产业典范 我在这边有几个很坚定的理念 第一个公司的财产 最大的财产就是我们的人才 就是我的员工 对 第二个我要把立项转型 变成全体员工的经营 而不是一个经营者 本身的一个经营 所以所有人会参与公司的经营 那在这个地方 第三点 其实我并没有把自己 作为一个老板级的人 不开 我其实跟员工之间的互动 就是跟家人是一样的 我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愿意聆听他们的声音 我在这里已经二十年了 大半辈子都在这里 最开心的就是说 我带领我们这条线 每个人 大家的互动还有的感情都很不错 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的产品也是一直在更新 我觉得是有愿景的 我在立项车技已经服务16年了 就真的很感谢总经理 把我们当成家人这样对待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事情 总经理都会帮我们处理这样子 而且总经理会跟我们分享一些 他以后他想要对公司的期许 他的规划 他想要怎么做 想要让公司越来越好这样子 现在2021年 是我们立项成立25周年 希望公司永续经营 未来的25周年 也希望在国际上 他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产品有更多的竞争力 那对于员工的期待很简单 当我的员工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 他的另外一个家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经营团队的一个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